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透扑面而来 知道消息的也不必葬住耶住了 索性一次性全部告诉大家 央视舞台的常客 周深再次出现了 而且带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表演 一时几几千层浪 好多人看到这个消息 纷纷请求对方删除 谁知道还引来了众多围观 仔细看来 剧透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并且是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不会有太多问题的 如果是营销号的话 自然是要发布很多的视频 一次来赢得网友的关注 这只是一个粉丝的剧透而已 必然是因为这次的舞台比较惊艳 粉丝抑制不住自己才透露出来的 毕竟这次周深可是现场两首歌曲 一首《圆梦天赐》的声音 一首是自己工作室产出 要知道周深登上央视舞台 应该是屡见不鲜了 从最开始的《我要上春晚》 到近几年的春晚 元宵节等等 仔细揣摩下来 这几年来 在央视的舞台上 都能看到周深的舞台 他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沉醉的舞台 这次也不例外 《天赐》的声音尚未选择的歌曲蓝婷旭 不知道粉丝还记得吗 当周深和胡彦斌合作时 节目组特意请来了跑男成员为他们出谋划策 其中白露提到了两个人可以唱周杰伦的蓝婷旭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提衣不错 就准备进行改编班上舞台 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首歌换成了贼 成了大家心中的沧海遗珠 谁能想到时隔不久 观众有幸在央视的舞台上 听到这首歌曲 看似一个大大咧咧的小男孩 其实每一次都把观众的意愿记在心中 并且尽全力去完成 毫无疑问这首歌肯定是周深主动争取的 要不然节目组不可能想到他 他发表时间过于久远 不是有心人不会想到这首歌 自将孩子心于登上央视舞台 要说火了之后 有啥好处 可能就是有自己的作品 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以往出现在舞台上的周深 要么唱大鱼 要么翻唱其他人的作品 有了热度 成立工作室之后 也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作品 在有新的舞台时 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作品 比如这段时间可火的《河光铜城光亮》 《生活总该营著光亮画卷游窝》等等 那么沧海遗珠星海势必也要被周深搬上舞台 这次的舞台表演就有了他 他还是周深工作室出品的呢 不用担心其他的沧海遗珠 因为周深一定会让他们出现的 周深的舞台从未让人失望过 总会带来全新的听觉冲击感 这次两首歌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赶紧解密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